加拉达书第四章 再说,成绩人几时还是孩童, 虽然他是一切家业的主人, 却与奴隶没有分别, 仍属于监护人和代理人的权下, 直到父亲预定的期限。 同样,当我们以前还做孩童的时候, 我们是隶属于金氏的盟学权下, 但时期一瞒,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 胜于女人,胜于法律之下, 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 使我们获得一子的地位, 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 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 到我们心内喊说, 阿爸,父啊! 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隶, 而是儿子了, 如果是儿子, 赖天主的恩宠, 也成了成绩人。 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 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 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 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 那么, 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 无能无用的盟学里去, 情愿再做他们的奴隶呢? 你们竟要谨守某日, 某月, 某时, 某年, 我真为你们担心, 怕我白白地为你们辛苦了。 弟兄们, 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 你们知道, 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 正当我身患重病, 虽然我的病逝为你们是个试探, 你们却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接待我, 犹如一位天主的天使, 犹如基督耶稣。 那么, 你们当日所庆幸的在哪里呢? 我敢为你们作证, 如若可能, 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 那么, 只因我给你们说实话, 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 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 并不怀好意, 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 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 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 但因怀好意, 且该常常如此, 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 我的孩子们, 我愿为你们再受铲痛, 直到基督在你们那行程为止。 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 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 你们愿意属于法律的, 请告诉我, 你们没有听见法律说什么吗? 法律曾记载说, 亚巴郎有两个儿子, 一个生于婢女, 一个生于自由的妇人, 那生于婢女的是按常理而生的, 但那生于自由妇人的, 却是因恩许而生的。 这都含有寓意, 那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盟约, 一是处于西乃山, 生子为奴, 那即是哈加尔。 西乃山是在阿拉伯, 这哈加尔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 因为耶路撒冷与他的子女同为奴隶, 然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 他就是我们的母亲, 诚如经上记载说, 不生育的使女喜乐吧, 未经铲痛的女人欢呼高唱吧, 因为被弃着的子女, 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 弟兄们, 你们像伊撒格一样, 是恩许的子女, 但是, 先前那按常理而生的, 怎样迫害了那按神恩而生的, 如今还是这样。 然而经上说了什么? 你将婢女和她的儿子赶走, 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富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 所以, 弟兄们, 我们不是婢女的子女, 而是自由富人的子女。